为了帮助中小学生认识不同职业并探索自我兴趣 教育部在各县市设立职探中心发展不同特色 而高雄市的荣华国中以餐饮光光和电机电子为主题 引入职校的专业师资推出系列课程 让学童透过实作体验不同职业 每个场次都名额爆满 走进这间教室学生各个都在忙着备料 因为接下来他们要化身小厨师 大胆身受制作青食三明治 不过这可不是哪间高中职校 而是荣华国中的职探中心 提供场域给国中小学生体验职业 并邀请专业师资前来指导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一定要碰到我们的食品 一定要碰到 那很多孩子他们可能比如说我二十几岁 我可能就得到癌症 那我觉得说荣华他们可以透过这一个课程 可以让孩子们更了解到食品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个职业蛮有趣的 因为这让我学到分工合作 这个活动让我对未来我想走的路 有一些建议 就是以后可能会想要往餐饮这个方面发展 不只体验餐饮制作 另一届教室 还有体验电机电子类的课程活动 透过电脑操控 让机器人依照不同指令行动 不仅学童玩得开心 前来协助教学的学生也乐在其中 感觉我们变成老师了 然后我们在教导有些同学 要比以前更有细心的那种 体验老师当老师的感觉 那他们来教学生 第一个他们技术一定要够好 不然没办法解决小学生的问题 第二个训练台风 第三个是训练临床反应 是给他们一个成长的机会 为了帮助学生探索兴趣 教育部协助各县市 在国中建制植探中心 发展不同特色 我们当初选择的是烘焙 因为在林静峰的附近 其实烘焙课程 像林静有很多的 像观光工厂 甚至是面包工坊 所以我们会让去设定在 烘焙餐旅群的部分 那电机电子就是比较一个 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个 新兴的行业这样子 执探中心提供教学平台 并引入师资 让国小生透过实作 体验不同职业 探索自我兴趣 有助于生涯规划 港独新闻张世民夏小新 采访报道